醒目提示格式化條件 我希望看到我的成績 國文數學超過90分的有多少人 那如果資料很長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選從cdef把這資料選起來了 選國文數學英文物理 當然我再講一遍 如果資料很長直接選 如果很短就選這裡就好了 範圍嘛 那接下來在哪裡 在常用標籤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設定醒目提示大於90 那就是89只要89分的 就是90分以上 全部是紅色填滿紅色文字 那這個有個好處 那這個李毅森 他其實這邊是考92分 當然他過了90就變紅色了 那國文呢 其實他只有60分 小於90就變一般的顏色 這醒目提示 他們來看一下不及格的 不及格這邊有50分還好 好這個範圍選起來 如果不及格用綠色 設定格式化條件 顯示小於60的 那小於60我希望他 這是他幫你配好的 那如果不喜歡呢 淺黃色 黃色淺紅色 黃色綠色 我想藍色 藍色叫做自己來 自定格式 自變成藍色的 叫做這裡 那背景呢 要不要給 也給 背景呢 我想填粉紅色 填滿效果 這裡 色彩 填粉紅色可以自己給 藍色字就粉紅色 背景有點難看 確定 確定 應該填白色就好 再來一遍 選起來 這邊是要小於的 60 就怎樣 自定格式 再來一次 剛剛是可以直接改了 背景色在這裡 這裡 那字應該改白色的 這樣才會清楚啊 要不要加粗 要 要不要變邪 要 粗 只能選一個 粗邪 那就這一個 謝謝 確定 那就變粗邪了